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介绍一部爱上癌症女孩的电影 《我和厄尔》以及《将死的女孩》 格雷是一名高三生,恐惧社交且毫无存在感 在他眼中,学校餐厅却是个嘈杂的动物园 因此他每天中午都去历史老师的办公室用餐 跟小黑一起看电影 小黑名叫厄尔,是他的发小 两人都喜欢电影,还合作拍摄了42部 粗质滥造但很有意思的小电影 但他们从不给任何人看 格雷妈妈的好友的女儿,瑞秋患了白血病 妈妈让格雷去陪陪瑞秋 格雷和瑞秋同年级,认识但并不熟悉 他本不想去,但母亲又开始唠叨他 说他自私冷酷,毫无同情心 就像念紧箍咒一样 格雷只好爬回自己的房间 于是他只好跑到瑞秋家探望 瑞秋的母亲很感动 但瑞秋却对格雷很冷淡,说不需要他的同情 格雷只好说,就让我跟你玩一天吧 否则我妈非把我唠叨死 于是瑞秋让他进屋 看到他屋里有许多枕头 为打破尴尬 格雷说自己以前也有只性感的枕头 但后来送人了 因为父母怀疑他在上面打飞机 瑞秋听了,先是恶然,继而微笑 这就是他们第一次会面 之后格雷跟历史老师询问 白血病多久会死亡 说瑞秋得了白血病 结果被漂亮女同学听见 一时间大家都知道了瑞秋患癌的事情 格雷跟瑞秋道歉,暴露了他的隐私 但瑞秋并没有怪他 格雷教他如果不想听人唠叨 就进入扭曲状态,或者装死 还展示给瑞秋看 瑞秋很开心的模仿他 于是两人成为了朋友 他陪他在窗口吃东西 还邀请他来家里吃饭 瑞秋说妈妈很伟大 如果自己死了 离婚又没有亲人的妈妈 将无依无靠 孤苦伶仃 格雷说自己不想上大学 说自己恐惧 跟陌生人交流 瑞秋邀请他一起去学校餐厅吃饭 瑞秋的两个要好女同学 质疑格雷跟瑞秋做朋友 是因为同情心泛滥 但格雷否认 格雷带小黑去瑞秋家 小黑说化疗还是该早做 提到化疗 让瑞秋有些伤感 小黑忙提议出去吃冰激凌 三人坐在台阶上 小黑给瑞秋说格雷的各种糗事 瑞秋听得津津有味 小黑还说 他们一直合作拍电影 但都是烂片 瑞秋很是好奇 于是他们就去格雷家 看那些电影 瑞秋看得不亦乐乎 一个月后 瑞秋已进入化疗阶段 剃光头发 面容憔悴的他 哭着说 每个人的眼神里都是怜悯 每个人都说着安慰的话 但那些话让他更伤心 格雷很心疼 将自己拍的一部电影拿出来 说这部电影 讲的是小黑得了麻疹 一直杀人的故事 还说他们准备拍一部 关于郁金香的电影 但郁金香太贵 超出了电影预算 这下总算让瑞秋笑了出来 并让他们好好拍摄 正在拍摄时 漂亮女同学找来 他是从瑞秋那里得知 他们在拍电影的 并建议格雷 为瑞秋拍一部电影 说瑞秋一定会喜欢 格雷去医院看望瑞秋 拿着大学申请指南说 自己不想申请大学 但瑞秋逼着他 申请了匹兹堡周立大学 说我已经癌症四期了 你不可以拒绝我 格雷只好申请了那所大学 格雷每天放学 都会在瑞秋家门口 等待瑞秋化疗归来 瑞秋总是津津有味的 看他们拍的电影 这已经是他们友谊开始的 第64天了 第71天 瑞秋依旧在看那些电影 第85天 瑞秋还在看 似乎那些电影 能让他忘了病痛 而此时 格雷也收到了 匹兹堡大学的录取信 为了给瑞秋拍电影 格雷绞尽脑汁 他和小黑采访了瑞秋的妈妈 瑞秋的妈妈说 他可以为瑞秋做任何事情 但是现在他什么也做不了 他们还采访了许多同学 大家都对瑞秋表达祝福 祝他早日康复 但格雷对这些并不满意 于是他花了大量时间 准备各种道具 他要为瑞秋拍一部 定格动画电影 一针一针的拍摄 非常耗时耗力 随着话聊的增多 瑞秋变得更沉默忧郁 格雷学懊悔的北极熊的叫声 逗他笑 瑞秋说 别逗我笑了 我有点疼 这让格雷心里很难受 第144到159天 格雷每天都去瑞秋家 瑞秋有时欢乐 有时沉默 他难受时 两人就看电影 格雷把所有课余时间 都用来陪伴瑞秋 因此他的成绩一落千丈 快毕业了 瑞秋让格雷去参加毕业舞会 但格雷说他绝对不去 说除非瑞秋 他伤心的说话聊已经没有用了 他准备放弃话聊 格雷很生气 责怪他是在放弃自己的人生 瑞秋沮丧的说 我的人生就是剃光头话聊 日渐丑陋 秒无希望 别跟我吼叫 该吼叫的人是我 他让格雷出去 说他已经完成他的任务了 不用再陪他这个病痒痒的女孩了 格雷无奈离开 跑去斥责小黑 不该泄露了为瑞秋拍电影的事 小黑怒道 那个女孩都快死了 你还在跟我矫情这鸡毛蒜皮的小事 然后一拳将他打倒在地 小黑给格雷留了纸条 表示退出拍摄 他还给瑞秋录了一段视频 说很多白人女孩都自我感觉优越 但瑞秋却从不那样 而且得了癌症 竟然还那么有耐心 说认识瑞秋是他的荣幸 第二天 格雷收到了匹兹堡州立大学的退学通知 因为他的成绩一落千丈 回到家 母亲说瑞秋又住院了 但不是去化疗的 言下之意 那是去等死的 说你不去看他会后悔的 格雷烦躁的说 我后悔的事情已经够多了 明天舞会 没舞伴性格古怪没朋友 大学申请也被拒了 转天跟格雷有仇的变态男 来跟他挑衅 要拿刀捅他 结果小黑跑来 将变态男 按在桌子上一顿揍 他们三个被老师轰出学校 漂亮女同学追出来 邀请格雷参加明天的毕业舞会 说很抱歉 让格雷拍那个电影 耽误了他太多时间 转天 格雷一身正装 坐上家常林肯 去接女孩 但他却让司机 把车停在了医院门口 他来到瑞秋的病房 瑞秋的母亲深深拥抱了他 而瑞秋已经极度虚弱 这是他和瑞秋 友情开始的第209天 格雷给他戴上 象征舞伴的手腕花 然后给他放映了电影 说拍得很烂 没能表达自己想说的话 他躺在瑞秋身边 和他一起观看 瑞秋望着格雷 用心为自己拍的电影 眼中溢满泪水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画面 露出微笑 他很感动 不禁哽咽起来 胸膛起伏 泪水滑落脸颊 突然他开始窒息 格雷忙大喊一声 医生进来对瑞秋进行抢救 瑞秋仍然紧紧盯着画面 他多么想把这部 为自己拍的电影看完呀 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他心里清楚 这是他最后一次 看格雷的电影 最后一次看着格雷 最后一次看这个世界了 之后瑞秋陷入昏迷 十个小时后 瑞秋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个花朵一样的女孩 就这么凋谢了 他看着那部电影时 应该有很多话要对格雷说 可是一切都已来不及 就像他短暂的生命一样遗憾 格雷去参加了瑞秋的葬礼 看到小黑靠墙沉默着 瑞秋的妈妈 将那本大学申请指南 和一封信交给格雷 格雷躺在瑞秋的床上 看他的信 信里说 他给匹兹堡周立大学发了邮件 阐明格雷是为了照顾自己 而成绩变差 希望对方给格雷一次机会 还让格雷拿走自己的枕头 做纪念 格雷打开那本书 发现瑞秋把它做成了书雕 刻的正是他们三个 一起吃冰激凌的画面 还有一本书雕刻着一只 懊悔的北极熊 他感觉很难过 又发现壁纸上 画着许多小松鼠 瑞秋一直希望 自己变成一只松鼠 爸爸跟妈妈离婚前 他总跟爸爸去树林里数松鼠 他抚摸着瑞秋的各种物品 不禁悲从中来 这个他常来的房间 这个装满了瑞秋的欢声笑语 和静夜哭泣的房间 再也没有瑞秋的身影 最后他拿了瑞秋的枕头离开 从瑞秋的窗户望出去 玻璃上画着一个楼梯 仿佛格雷就走在那楼梯上 曾多少次他在这里 望着格雷来来去去 在他心里 他是喜欢格雷的吧 只是这个姑娘 因为这该死的癌症 连喜欢都不敢说出口 之后格雷按照瑞秋的要求 写了一封信 连同自己为瑞秋拍的电影 一起寄给那所大学 他不能辜负瑞秋的希望 他会积极乐观的 去面对大学生活 人生无常 事事无算 明天和意外 不知哪个先来 说不出口的话 和来不及做的事 都那么让人心伤 感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虽然如此短暂 却温柔的让人想哭 虽然如此遗憾 但那将是我一生的牵绊 你的脚步轻盈如蝶 轻轻走进我的生命里 轻轻踏在我的眉梢 我的心头 你轻轻的来 又轻轻的去 风在轻轻的吹 云在轻轻的飘 你在我的记忆里 轻轻的笑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支持我就帮我转发吧 下次见